哈喽,大家好 今天呢,来分享的是 南花花梗 如何分辨它 有没有续花性 还有呢 就分享一下 怎么样修剪花梗 这段时间呢 好多人买了很多 南花回家 做年花 到过完年以后的花 掉下以后 有的人不知道是剪 还是不剪 有的人呢,就全部把它剪掉了 那今天呢 我就来分享一下 怎么样去分辨它 有没有续花性 和如何修剪 在前段时间呢 我做了一个视频 就是说 南花开拜以后 它的花梗 你是剪还是不剪 嗯 那个视频当中呢 有一个网友就问我 什么是有续花性的 什么是没有续花性的 我当时回答它的是 遲一点 如果有素材的话 我就做一期视频 那今天我等下 就回答这个问题 嗯 还有呢 我当时呢 在这个影片当中呢 也说到了 大型的兰花呢 我会剪掉它 中型的兰花 和迷你型的兰花呢 嗯 不出状况 我是不会剪的 出了状况 还要看情况来剪 啊 我就会 今天找一些素材 嗯 放在面前 一一的跟大家分享 然后示范一下 怎么样剪 嗯 花梗 这都是我自己的心得 嗯 之前呢 那个视频当中呢 还有一位网友跟我说 它是不剪的 呃 它曾经呢 呃 长出顶芽 呃 摘下了个顶芽以后呢 呃 不到半年的时间 又开始长花梗 新花梗 啊 这个速度真的是很快啊 在这里 恭喜你 好 我们现在开始来分享 呃 什么是有续花性 和没有续花性的 呃 面前呢 放了几个兰花 嗯 这几个兰花呢 我们就来呃 跟大家说说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是怎么样方便它 有没有续花性的 呃 通常呢 开完花以后呢 有的花 会在这个末端这里 呃 继续再长一结出来 然后呢 长花包 啊 那就是有续花性的 呃 有的呢 就像这个一样 它不长 这就没有续花性的 那有的人就会问了 让它长出来才知道 还是没有长就知道呢 其实没有长的时候 我们有呃 很大部分的几率 你可以分辨出来 就像面前这颗 这一颗呢 它开完花以后 它的这个位置 是突突的 啊 这个我是没捡它的 原本就是这样突突的 啊 这种呢 就是没有续花性的 啊 没有续花性的 那再找一颗有续花性的 看完花以后呢 它的花梗呢 就像这个一样尖尖的 好像尖端有一个东西 要长出来的那个样子 这种呢 就是有续花性的 等一下 调一下 调一下距离 啊 这种呢 就看得到了 它是有续花性的 啊 旁边这一颗呢 就是没有续花性的 你这样对比 你就看得出来了 啊 嗯 这里有一颗 它现在正在开始续花 看到没有 它在这一节 前面这一节开完了 它在这个地方 就跟刚才这个一样 啊 现在呢 它在开始续花出来 所以呢 呃 开完花以后 我们就能够分辨出 有没有续花性 呃 如果没有续花性的那一种呢 呃 我也没有剪它 就好像面前这两颗一样 我没有剪它 有续花性的 我更加不会剪它 但是出了状况的 我就会剪 啊 等一下 这一颗 这一颗黄色感的这一颗 它是有续花性的 它 呃 之前我有做过分享 它的花期 呃 我分享的时候 它的花期已经 超过半年了 啊 后面呢 就是因为天气的原因 天气突变 我有分享这一颗的 天气突变 它这个位置呢 看到很受伤 然后当时的花梗也有一点点受伤 慢慢的 慢慢的 一来呢 是受伤了 天气突变 突变的时候 影响它的 就看得到这个位置 当时很 有点严重 然后呢 嗯 一个是天气突变 二个呢 是它那个 呃 花也开了七个月了 所以呢 这一种呢 它出了状况了 就要把它剪掉 等一下我们来说怎么剪 呃 怎么剪花梗呢 我在这个视频的后面 我会等一下示范一下怎么剪 呃 因为这个 要说说这个有续花性的 这是比较有争议的问题 要不要讲花梗 这个话题是比较有争议性的 呃 这个有续花性的那个蓝花呢 面前摆了几颗了 它在上面呢 它前面在续 在续花 呃 这旁边呢 在长那个刺花梗 这个是两个花梗的 这里也在开始续花 这一条花梗 也在开始续花 然后呢 这个上面长了两个 长了两个那个刺花梗出来 呃 有时候呢 它会长刺花梗 有时候呢 它会长个顶牙出来 然后面前这两颗呢 就是没有续花性的 没有续花性的呢 我没有讲它 因为它没有出状况 呃 所以呢 我就没有剪它 它在这中间呢 也有续花梗出来 呃 有的人会说了 呃 老花梗不剪 就算它续花 呃 续的也不多 呃 也影响它长花芽 影响它长新的花芽 这个呢 就呃 我面前有一颗呢 这个 它的花絮 上面的刺花芽 在长 啊 长了两条刺花梗 但是呢 下面呢 它的新花梗 也照样在长 好 所以呢 我这就是我 不剪掉它的原因 不出状况 不剪的原因 好 等一下 嗯 这个呢 是没有续花心的 没有出状况 没剪 上面呢 长了两个刺花梗 下面呢 新花梗 照长 所以我不认为呢 牛的花梗 会影响它长花芽咯 好 呃 另外还有一颗 这一颗呢 这一颗呢 之前跟大家见过面的 我说它续花 呃 开花了 它的数量不多 但是质量 跟以前是一样的 呃 一边续了两个花 包 现在四个花包 都全部打开来了 呃 我跟大家分享的是 这一颗是 它上面续的花 照开 下面的 下面的花芽 照长 那个空隙里面 有一个花芽 等一下 我打个光 这里面 它再长 那个花梗 整出来 那个短短的 那个已经有牙口了 还得调一下位置 看到了 这个位置 是个花梗 来的 不是根来的哈 根长出来 是突突的 呃 这个呢 它有牙口 那个小小个 翠绿色的那个 所以呢 呃 那我不剪花梗 就是这样子咯 它没有出状况 我不剪 啊 它上面的花 照续照开 下面的花梗呢 它照长 新花梗照长 好 刚才分享了那个 呃 呃 呃 没错状况 就不剪的花梗 呃 分享了它们的情况 和 怎么分辨它 有没有虚化性 好 然后呢 现在呢 我们就来说说 这个 怎么剪花梗 呃 就好像这个 已经全部黄掉的 这一种呢 就把它从根部剪掉 就可以了 进步 把它从那个 进步剪掉就可以了 啊 呃 这一块呢 它不出状况 不被那个 天气 影响它出状况的话 我也想剪掉它了 因为它不黄的话 我也想剪掉它 因为它的时间太长了 我想剪掉以后 让这个 这一颗 让它休息一下 好 呃 然后呢 这个全部变黄了 我们就让它进步 这个位置剪 那它剪到你要先消毒哈 我是用高温消毒的 就把它这样子剪掉 就可以了 出了 出了状况的 你就这样子 从进步那个位置剪掉 啊 这一块呢 其实它也是没有续滑性的 现在看这个位置看得出来 哈 它是没有那个 它是没有那个续滑性的 突突的 但是呢 它那个上面的一截呢 已经开始有点出状况 有点干 所以要剪 然后它的花呢 已经开始卸掉 其实这个花呢 本来是有点问题的 好 今天呢 不分享它 我们就说 怎么样来剪花梗 呃 剪花梗呢 我之前有做过一个视频 很早了 几个月以前 呃 有做过视频 如何修剪它的花梗 呃 通常呢 如果是没有这些刺花梗 没有没有这些花梗在旁边的这种 一直下来的那一种 我会从上这样子检查 啊 我不会说它最后一个 呃 第一个花在这里 我就把它从这里剪掉 我不会这样做的 那既然剪 我就看呃 比较稳单的方法去剪 我会逐个逐个的这样花 在那几点去检查 啊 就好像这一个一样 它在这个位置呢 有点鼓鼓的 有点凸凸的 这一种呢 我就会保留它 啊 然后下面来 一直往下面走 这个节点这个位置 鼓鼓的 我就会保留它 如果它在这上面 在第一朵花开完以后 在下面的那些没有节点的那些 我就不会保留 啊这个呢 我之前有做过视频 专门讲过如何修剪花梗 那我现在呢 就是说这个是原本准备保留的 但是它下面这个花梗在这里 我想呢 就这一节都不保留它了 只保留下面这一个 啊 只保留下面这一个呢 我就会离下面这一个 稍微远一点的剪 呃 以防呢 你的剪的有时削都削的不好啊 或者是你在剪的时候呢 震一下啊 然后它这个伤口呢 会会会黄一截 啊 稍微留长一点点 这样子来剪掉它 啊 啊 就可以了 嗯 说到这里呢 我就分享一下之前剪出来的 啊 这颗兰花 也是之前呢 它上半截呢 就 嗯 上半截开始有点 变黄 就像刚才这个一样啊 上半截有点变黄 然后我就同样的方式剪 然后我就同样的方式剪 那个时候呢 它的花梗还比较长 然后我就逐个节 逐个节的那样子检查 呃 上面的那些没有鼓出来的 然后我就把它剪掉了 我就没保留 我保留了第一个 鼓出来的是这里 然后继续往下 它这个又鼓出来的 啊 我把这里剪掉以后 它这里原本是准备长东西出来的 也是前段时间 因为天气突变 它这里就停止了生长 并且有点变黄 它这里长不出来了 后面它从下面这一节鼓鼓的地方 就这样子吸了一个花梗出来 啊 既然你要剪呢 你就 剪到可能性 嗯 那个 花的那个节点 可能性大一点的那样子留吧 啊 就要剪呢 没有什么可能性的那种 就把它剪掉 好了 我们今天的视频呢 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